朋友们终于知道为啥要买华为手机了 不是因为华为手机到底有多好 也不是出于爱国目的 而是实实在在的 保华为就是保就业 为什么这么说 在华为Mate60还没有发布之前 国内的一些手机零部件生产商 基本都是处于萎靡不振的状态 有人好奇了 咱们国产的品牌手机也不少 每年的销量也很多 为啥国内手机零部件厂商还是没有订单 那是因为他们的手机零部件 大部分都是用的国外的零部件 我们把一部手机拆开来看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芯片和系统级SOC芯片 而国内大部分厂商都是使用美国高通的 然后是摄像头模组 他们大多数都是采用索尼的 还有手机屏幕 他们也是进口韩国的LG或者三星的 一部手机还有很多零部件 都是从国外进口的 而中国供应商能够提供的零部件 也就才占到5%而已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美国一定要制裁华为 而不制裁其他品牌的国产手机吗 因为他们选择进口手机零部件 并且放弃了自主研发 如此一来 国产手机卖的越多 美国也可以赚的越多 既然大部分都采用了国外的进口配件 那么国内的供应链 自然也就没有订单可接了 而缺少了订单 这些企业面临的就是裁员破产倒闭 但是华为Mate60的出现就完全不一样了 咱们不说华为Mate60 对比国内其他品牌的旗舰机性能到底如何 这些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华为的新手机采用的是自主研发的麒麟芯片 和国产化率达到了90%以上的手机零部件 一个是自主研发 一个是国产化 就单单是这两个方面 对于中国高端消费电子上下游产业链可就太重要了 可以说 就因为华为新手机的发布 完全盘活了这些萎靡的上下游产业链 以前苹果公司不是要求17家中国供应链给搬到印度吗 如果他们不搬的话 就直接把他们给踢出苹果的供应链 其实苹果公司就是在配合美国 想要掏空搞垮中国的消费电子产业链 而那十几家不愿搬到印度的供应商 也确实被苹果给踢出了供应链 而失去了苹果的订单 这些企业很快便一蹶不振 国内的手机厂商又大多使用进口零部件 他们又接不到国内的订单 所以只能纷纷裁员 又算还没倒闭 那也是狗言惨喘了 但是华为手机的出现 就是中国消费电子产业链的救星 首先就是华为自主研发的麒麟芯片 虽然华为还没有公布 到底是谁在给华为芯片代工 但是毫无疑问 一定是咱们中国自己的企业 如此一来 华为新手机卖的越多 芯片的出货量就能越高 而麒麟芯片 也能因此不断的迭代升级 而这完全是中国自主芯片 完全不受美国制裁 然后就是90%以上的 手机零部件国产化 国产化的最大好处 就是让中国相关产业链 都能够接到足够的订单 此前被踢出苹果供应链的厂商 虽然失去了苹果的订单 但是他们却迎来了华为的订单 根据财联社在9月28日的发文 就因为华为Mate60的发售 让国内的供应链订单火爆 很多企业纷纷开始招人扩产 萎靡了多年的下游供应链商 终于是迎来了曙光 而此前萎靡不振的欧飞光 就因为给华为提供摄像头模组 在最近半年已经不断扩招 新增了几千个就业岗位了 大家看到了吗 华为虽然只是发布了一个小小的手机 但是却能够把中国上下游产业链 都能够盘活 这才是华为手机的真正意义 所以我们说 华为手机销量越好 中国消费电子上下游产业链的订单就会越多 而他们的订单越多 就会增加更多的就业岗位和提高员工待遇 所以说 这是一个商业闭环 你支持了华为 而华为也间接的给你提供了工作 所以这才是大家购买华为手机的真正原因 可以说 保华为就是保就业 而保住了就业率 不就是保住了我们中华民族的社会安康吗 导演 所以 maintenant utteraan Somebody 自己已经抵触了 试